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環球追蹤 我們先來看看昨晚美股收市的表現 昨晚美股上升 市場期望歐賺銀機解決方案有進展 另一方面 Caterpillar的業績強勁 再加上企業拼購的消息 令投資者的情緒都趨向樂觀 導致昨天升104點 報11,913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升15點 報1254點 納斯特克指數昨天升61點 報2699點 接下來港股在美國上市的預托證券方面 造價是價格本港收市普遍上升 匯控收市接合港元造65.89 是價格本港收市升超過1% 中石化7.42 是升0.6% 中聯通15.77 是升0.5% 中石油9.86 是升超過1% 中海油方面 14.2 是升接近4% 中移動77.46 是升超過1% 中國女業 4.06 是升超過6% 看國壽 18.48 是升超過2% 接著看歐洲股市方面的發展 看到歐洲股市昨天是高收的 倫敦富士100指數收報在5548點 升了59點 巴黎Cat指數收報在3220點 升了49點 而泛蘭克福dex指數就收報在6055點 升了84點 油價方面的走勢 就看到油價已經連續翌日上升 而投資者就憧憬歐洲各國 接近達成 解決歐洲債務危機的方案 再加上 匯豐10月份的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是創了5個月來的新高 都是利好市場的氣氛 看到紐約股油就收報在每桶91.27美元 升了3.87美元 升幅超過4% 倫敦布蘭特股油就收報在111.45美元 上升了1.89美元 升幅超過1.7% 再看看金價方面的走勢 就看到黃金價格上升 主要是因為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從上擴張的水平 再加上市場對歐盟達成共識的預期大動 都是利好黃金、商品和股市的表現 看到紐約期今升了16.2美元 收報在每盎司1652.3美元 升幅有1% 看看匯價方面的走勢 看到歐元上升 市場樂觀預期今個星期三 歐盟在第二輪的峰會 將會公佈解決歐債危機的具體措施 看到歐元對美元高見1.3957美元 是6個星期以來的最高位 最新報是1.3933 在另一方面 看到美元對日元是接近紀錄低位 市場就關注日本當局 會不會再度入市干預日元的聲勢 美元對日元最新報是76.16日元 看看美元的匯價 美元對港元做7.7775 日元76.1795 歐元1.3923 英鎊1.5999 瑞士法郎0.8801 加元1.0037 澳元1.0461 紐元0.8052 再看美國國庫債券方面 10年期債券的止息率是在2.22 而30年期是在3.25 我們將時間交給 精精繼續看看環球股市方面的走勢 謝謝Lisa的介紹 今早做身邊的嘉賓 有我們的研究部分析員 王偉豪先生 Raffi早安 看看亞太區的股市表現 東京的經平均指數 現在下跌28點 做8,815點 韓國省議綜合指數 下跌不夠1點 做1,897點 以台北加權平均指數 升22點 有7,493點 亞太區方面 個別發展 另外 Lisa也提到 導致方面 昨晚升1-2%不等 大家都在觀望 歐盟峰會 在星期三舉行 會否有具體的 拯救歐洲方面的方案出台 大家市場都很樂觀 另外 美國方面 Catabella出了一個 幾令人鼓舞的業績 好過預期 所以 昨日 美股方面 有個升幅 但我亦都想問 Raffi 明天舉行這個峰會 大家都覺得 一定會有些東西推出 但是 我想問 其實 歐澤問題 都不是一時三刻之間 可以解決 會否市場 這陣子 市場 會否過分樂觀 清楚一點呢 如果說回這方面的話 的確近期的市場 大家的氣氛上 的確 轉為樂觀了 或者有一個憧憬 衝憬來講 正正看回 星期三 第二輪的峰會 有甚麼措施出來 直至現在為止 為何如此樂觀 雖然現階段為止 都沒有任何措施出來 但某程度上 見到很多國家 好像法國來講 慢慢慢慢 有少少讓步 基本上 將那個 原本的議案 或者要商討的東西 縮集了很多 現在來說 只剩下兩至三個方案 其實是體點 去解決 或者是哪一個 是可取的 所以某程度上 令到大家 都會見到 歐元區方面 都真的想做些事 去解決歐澤問題 正正來說這一點 令到大家的氣氛上 觀感上 比較樂觀 大家專門問到 這個峰會 或者現在 收集了的議題 有甚麼 或者是否看得 這麼樂觀 我想某程度上 幾看德國方面的表態 總理 刻意都說到 會在星期三之前 將現在收集了的範圍 即是兩至三個議案 提交他們國會 常常看看國會方面 能否通過 可以的話 其實在峰會之前 已經有個答案 給大家 說給大家聽 究竟德國是怎樣去到 看這件事 所以某程度上 如果到時 過得到的話 過得到國會的話 我覺得某程度上 更加有進一步 要理好市場氣氛 但相反 如果國會過不了的話 都在怕 到時提交不了 峰會方面 沒有甚麼實質的措施 出來的時候 都怕市場的憧憬 又再一次破滅 或者幻滅 令整個市 又可能有少許調整 所以到這一刻為止 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的確來說 看法上 稍微轉好一點點 但某程度上我會覺得 不適宜 或者不是太好 完全看得這麼樂觀 因為超令到這一刻為止 都沒有一個實質的具體方案 是出來 始終炒的 或者現在整個市場上來的因素 都是看著那份憧憬 不是一個實質的答案 出來 除了在這一方面之外 亦都可以說一下美國的方面 美音未臨又出了一個報告 他就說 預料美國的削赤委員會 如果不可以在11月23日之前 達成一個 叫做 1.2萬億美元的 削減赤字的計劃 的話 就可能 另外有兩間的評級機構 除了標普之外 還有木迪和惠譽 亦都可能會跟隨標普 在今年8月的時候 突然之間降級 就可能會在年代之前 剝奪美國的 3A主權評級 如果真的事件熟實的話 會不會是比上次標普 即8月降級的時候 影響更加大呢 如果你說到這一點的話 的確來說 你看美國方面的 削赤計劃 或者削赤委員會來說 的確 我會覺得 某場上下個月23日之前 其實挺難 或者 暫時一看 都比較難 完全叫做共識 達成1.2萬億的削赤計劃 因為 我會覺得 看回美國國會 特別是削赤委員會這方面 分期 其實是挺大的 對此為止 很多的方案 或者 所提交的議案 其實對此為止 沒有一個完全自性共識 所以在這麼大分期之下 都在怕 只剩下個月23日 之前的話 只剩下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究竟能否預期 通過這麼多的 具體措施 這方面的確 大家都不可以忽視 因為 始終來說 雖然現在焦點上 市場看的東西 不是看這件事 反而是看看勾債方面的進程 但都會在怕 一股一股 而且當看完勾債 甚至說勾債 真的要有好的方法 都好 當視線一轉移到美國國債 或者削赤計劃 這方面 如果到時 真的這樣 做法 通過不了 或者有什麼問題 出來的時候 都會害怕 對市場震盪 又會再產生出來 甚至我都覺得 就算是通不通過 都好 其實某場上都會看到 我覺得 穆迪和惠宇 其實都很大機會 根據標普 有機會在今年年底 都會再調降美國評級 大致問到 調降評級會帶來更加大 甚至會比8月份 即是標普做過一次 那麼大的效應 我覺得某場上 又未至於 太大的負面效應 因為始終那一下 有點不同 因為那一刻來 比較突然 當標普那麼突然 在整個氣氛 已經不好之下 再踩多一腳的時候 的確 震盪性是非常之大 但到現在為止 其實大家 市場上 很多投資者也好 或者散戶也好 或者機構也好 其實很多都會有共識 或者都會知道 其實這件事來 很大機會會發生 所以大家有市場共識之下 我會覺得負面效應 未至於看得太大 只不過來說 當然 一做的時候 怎樣都會有震盪性 但實質效應來說 我覺得未必 同標普那次 看得那麼大 負面效應 好啊 明白的 目的和衛羽 暫時都將美國主權評級 列為最高級別 但是目的方面 已經將美國方面的展望 調為負面 要再看看 23日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結果 Ravio 本港股市 恆生指數 開始升95點 做18867點 成家方面 暫時有8億多 而期指 升7點 18858點 低稅近10點 稍後回來說 恆生指數方面 沒有必要 既然 小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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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